调球但是调到了界外 很快到了8比4第一次技术暂停 昨天的比较当中呢 日本队3比0战胜了意大利队 好的 有效篮网 又是后排进攻 今天两次防住了立元会的扣球 再扣 立元会还是比较赶打 今天下午的日本的电视台 播出了一个小的专题片 大约有30分钟 就是主要介绍的1号立元会 从小的时候怎么打球 一直打到国家队 那么在现在他又增加了 所以这个球刚才呢得了1分 就是说我们在其他环节上边 中国队今天非常注意队高强守 这球如果张大不接 可能李娟是后个正着 好 这会打在李娟这个位置上 今天中国的两个副攻守啊 打得比较活 点比较多 我们看到了前面的快球 后面的快球 这么一得 好的 防起一个注扣 二次进 哎呀 像这种 这种失误 我没有把握 我把球心过渡一下 再形成防守 形成篮网 再找机会 所以打日本我们介绍了要有耐心 不能够想一口吃下对手 不过今天日本队也拼命的发球啊 破坏对方 中国队的一攻 但是失误比较多了 对 因为中国队到位以后啊 亏得 像篮球队这种啊 我们我们运动员完全可以把手伸过去 因为呢 我们有高度 这球 无攻 还是 他今天啊 再打不开球 啊 这个盼盼上有问题 盼盼上有问题 盼盼上有问题 因为呢 已经连折了4分 发球的就是丽元慧 主攻手 这球打了一个后排长线 丽元慧现在是日本队在4号位 丽元慧的轻扣 四扣四吊这么一个球打成了 所以你在进攻当中 如果前面拦 不能有效的拦一下的话 日本队的进攻也还是打得很凶 他也力争打快 这个1号主攻手发挥的不错 现在比分日本队6比3领先 这时候还是没打上劲啊 你看这段关键问题出现在我们的一攻不好 一传也不是特别理想啊 但是一攻我们组织的不好 最前面短短的这几分当中有3次 没有独攻 就打不了 只能是送过去 一传没有到位 电传 后排吊球 虚明在传球 吊后排 吊后排 中国内叫站 就是一些小球的处理 好比说在反击当中的这个上球 一定要上上好了 就是上二传手里 定的一传做起 组织好一攻 分散进攻点 没有任何一个队员能做出一个愉悦的前铺 摔运救 哪怕我这个球没有救起来 这还有一个意识问题 眼睁睁的看到这个球落在了肩内 现在比分是9比4 大球15 大球15 后排 哎哟 这个后排啊 确实你在篮网的判断上 就取位上很不容易 他从6号位 他这个攻击点又比较 比较开阔啊 看来 立元费在这个后排进攻上是下了很大的功夫 成功率很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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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厉害了